这是大秦的外克集团和宗室势力矛盾彻底爆发的时刻 秦国耗时耗力修建的郑国渠 其水公郑国被宗室发现 竟然是韩国的间谍 这让时刻想着与外克夺权的宗室众人欣喜不宜 当即就与外克多事间谍为友 请求嬴政驱逐外克离秦 大王 万事总得有个是非去之 郑国为贱于秦 最不可胜 然而嬴政深知 宗室势力是秦国稳定一统的根基 而外克集团是秦国强盛的动物 这二者对于时时刻刻都想要一统天下的嬴政来说 哪个都不能获权 把人欲实现先王一统天下之大志 为我秦人谋万事之功业 定是要招揽六国雄才为我大秦所拥 但嬴政却没想到 宗室竟然以在张台宫前自焚为妖邪 来威胁他这个秦王服软 这让已经清政掌权的嬴政大怒 他不曾想到 在秦国竟然还有人敢对他逼宫 他也更不曾想到 外克和宗室的矛盾已经如此激烈 到了二者只能存一的地步 有外克还是要宗室大王决断 想要一统天下 两架马车就谁也不能失去 但现在嬴系所率领的宗室势力 已经是铁了心的要驱赶外克力量 赌掌大秦国政 嬴政也不可能一气之下突进所有宗室 深知宗室忠心有余但治国理政能力不足的嬴政 当即就颁布了逐克令 驱逐在秦的所有外克纷纷离秦 让宗室暂时接掌大秦朝堂 一旦在宗室的治理下大秦日渐颓势 那这帮内心确实是为大秦着想的宗室众人 想必也会诚心地回国 回身去接受外克集团 随着大秦的外克都尊亡命 一部分远离了秦国 一部分被嬴政安派蒙田等人 将外克中的精英强将安置在边关大营保护了起来 这下彻底没有了掣肘的宗室众人 纷纷开始掌权占据了朝堂 而也果然如嬴政所料 不仅廷卫府等朝廷要职 陷入了无法履职半瘫痪的状态 就连耗时十年之久 作为大秦征战的物资储备的源头 郑国区 也因为宗室众人争权且不会处理 陷入了搁置 卫阳局 你派去的三位宗室之人 意见不一 整日为和公一事 争长论断 民夫无所事事 再这样下去 大徐就毁了 嬴系作为嬴室宗室之首 更是此次宗室掌权的领导者 当即 也是赶忙奔赴修区工地补救过失 以来彰显宗室之能 很快 在嬴系的亲自处理下 水渠不仅被顺利地推行 更是被宗室日夜催促大大的提前了工期 殊不知 根本就不放心宗室众人修渠的嬴政 私下带来了装作四人的郑和 让他秘密查探郑和渠如此修整 是否有纰漏 不想 果真暗藏巨大的隐患 民夫趁野突击 监理无法跟进 何渠开挖太快 隐患大 结果也正如郑和所料 在取守竣工之日 引流而出的精水 根本就无法引入大局 甚至因为修建过快 监理没有办法仔细检查 一场暴雨就直接导致大去绝口 关中百姓良田受损极其严重 此时的宗亲们这回不着急争权了 反而既无解决办法 也不想承担事故责任再互相推文 我们这些人 有点好事就风起而来 现在出了事 要找人替罪啊 我应见不会替罪的 接连的政务过失 让迎戏开始反攻自行 他驱赶外臣 肆意地启用无能的宗室 可能才是真正的对大秦的摧毁 当即迎戏就将李斯交给他的 写明了不论身份为财事举的建筑课书 上奏给秦王嬴政 让他召回外客 共建强盛大秦 大王 李斯在离秦前 将其所作的建筑课书交给了臣 臣 现将此书呈献于大王 宗室众人当然不愿意将 已经到手的权力交出去 但李斯的这一篇建筑课书 详细地说明了秦国先王重用外客 才有了现在的强情 直言外客从不负于秦 这让他们无法反驳 况且宗室之人 确实是因利有不担 而导致秦国利益受损 在嬴政的真心和铁一样的事实面前 这帮都是为了秦国能更好的宗室众人 也是顺从了嬴政 答应召回外客 只要能对秦国好 无论要求他们做什么 他们都愿意 我老秦宗亲 心怀天下 以国为重 行受诸臣 寡人一拜